白衣男喝得醉醺醺 忽然違規穿越馬路 站在計程車擋風玻璃前 高舉雙手把司機嚇了一大跳 但這還沒完 他居然失控躺在地上 雙方你看我 我看你 司機緊急開車閃避 男子還是被後頭另一輛小黃年過 事發在28號凌晨1點 新北三重龍門路 當時事先昏暗 第二輛小黃司機 根本沒注意對方躺在路中央 硬生生把人撵過 也害得自己車身凹陷 直呼實在好倒霉 許姓男子當時和朋友聚餐喝醉 向司機招手攔車 卻倒地呼呼大睡 問蔣還以為遇到碰瓷 驚險極善 對方還是被第二輛計程車撵過 命大只有輕微擦傷 沒有大礙 但他違規穿越馬路 恐怕挨罰500元 行人許難 酒後未行走行人穿越道 此時計程車駕駛 黃南駕車經過 不慎與其碰撞 被撞男子送衣沒有大礙 但他喝到亂醉還沒清醒 差點讓司機背上撞人行責 酒醒後可得好好反省 記者綜合報導